农育国务资政吴作动宣布 他将出战来接大选 他将角逐服务了将近40年的 马林百列集选区 不过他也表示 曾经考虑是否要退休 吴资政今晚出席了 马林百列国庆晚宴 他说大选是决定国家前途的重要时刻 有关选出能组织有效率政府的议员 吴资政也谈到收入差距在扩大 以及这对社会流动性的冲击 所以重新调整公平的竞争环境 以提升较不富裕的一群是重要的 他表示在精英制度国家里 允许小贩和德士司机的子女 向社会上层迈进 有许多部长和议员 也是从这个制度当中受贿 不过吴资政表示 目前那些社会上层处于领先地位 其中一个原因是家长主义 较富裕家庭拥有大量资源 让子女享有最好的 这使得他们比不富裕家庭的子女 更具有优势 因此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孩子 即使努力也会落在后头 因此政府落实社会政策 确保社会底层的一群 也不会落在后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